星期前夕的啪啪狗 淑莉帶我們看繡球花 淑莉早安 嗨 家如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好幾天沒有看到淑莉對不對 因為淑莉啪啪狗啪到國外去了 出國了幾天 出差了幾天 那麼今天馬不停蹄的回到了台灣 繼續我們的台灣氣象啪啪狗 你知道嗎 今天淑莉帶大家來到哪裡 帶大家來到了苗栗南莊 看到淑莉今天這一身打扮 就知道淑莉要介紹給大家浪漫的事情 美好的事物 那就是南莊的繡球花季 而且是第一屆的繡球花季 就要開羅了 明天就是南莊的繡球花季 而現在我所置身的是淑莉認為 全台灣最美的繡球花園 因為現在我走在這花園的小境當中 然後要為您介紹的 是打造這一座夢幻又美麗的繡球花園的女主人 那就是我的好姐妹好朋友美貞姐 美麗長 觀眾早 這一座花園實在太美了 從今天早上一過來 我發現比我之前來到這裡看到的更美更夢幻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些繡球花了 你看整個花園的小鏡上面都是繡球花 讓這個英式花園點綴得更繽紛了 我們這一次因為辦了繡球花季 所以我們有14個點家參與這次的活動 所以我們總共在南莊鋪成了上萬盤的繡球花 而且你看 各種顏色 對 繡球花本來就非常的五彩繽紛 尤其在你的花園當中 我又看到了這個樹上有這樣的一個 這是繡球花的裝置藝術 是 特別請了好朋友廖大師 來幫我們做這個裝置藝術 一塊來設計 事實上你在這個花園 我覺得你這一座花園非常的特別 因為彷彿好像置身在歐洲一樣 所以你知道花園 它是一個什麼樣風格的花園呢 英式花園吧 是一個走英式風格的花園 這個英式風格的花園 它的特色在哪裡 我相信跟這種所謂的日本 還有這種譬如說像中國的 這種花園的設計一定不一樣 英式花園它比較崇尚的就是 人為配置上的自然 它會把各種的植物跟色草 全部搭配在一起 所以在你這個花園裡面的話 就有各式各樣顏色的花草 而且非常的繽紛 像現在在你花園裡面 當然現在的主角是繡球花 事實上其實在你這個花園裡面 還可以看到許許多多 不一樣的花草 是 你看紫色的鼠尾草 還有這個太陽鳳仙 現在都是最順開的時候 尤其來到浪漫台山線 現在又是童花盛開 對 你看看我們的後山 全部都是童花 而且你看 現在在你的花園裡面 來了兩隻拉拉 哈囉 哈囉 這拉拉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F.M F.M 來 哈囉 這是導盲犬 導盲犬 退役的導盲犬 是喔 來 所以經過訓練的 我們看看 他們都不想聽我 他們都不想聽我 有 我們坐下來 他們想要吃肉乾 對 為什麼會有拉拉出現呢 哈姨 來 我們南庄 有一家豆浩民宿 它也參與了這一次的繡球花 的活動 也就是說其實這一次 算是我們南庄第一次的 這個繡球花季 所以在南庄有很多的民宿 業者 還有這個平原咖啡業者 也都參與了 也都參加了 像這個寵物民宿 他們自己也準備設計了 許許多多要給寵物吃的 而且是跟這個繡球花有關 是 我來介紹一下 這繡球花不能吃 美貞姐 這個是那個蝶豆的飯糰 蝶豆 那這個飯糰不是給人吃的 是給狗狗吃的 是給狗狗吃的 有沒有聽到 還有果凍 還有狗狗吃的 來 等等 在你們吃之前 我們要請我們的攝影師 好好地拍一下 我覺得這些民宿業者 他們太用心了 真的 用這個蝶豆 然後做成這個藍色的飯糰 而且這個都是要給狗狗吃的 來 你吃一下 這個完全都是針對狗狗 可以吃的配方 對不對 好棒 還有果凍 你看看 這搭配設計 狗狗也非常愛吃 對 而且這果凍裡面 好營養 又有玉米 豌豆 都是 胡蘿蔔 還有胡蘿蔔 他們只要一吃就乖了 真的 還有地瓜 甚至像是這個 還有蝶豆水 也是因應繡球花季對不對 然後用蝶豆去做成的 這個水也是給狗狗喝的 對 人也是可以喝嗎 人也可以喝 超級浪漫的 你看看 好了 當然在美貞姐的這個 這是寵物民宿 這邊歡迎大家在寵物民宿裡面 能夠帶狗狗一塊來欣賞繡球花 也讓牠們能夠吃到 類似像繡球花的 好吃的飯糰跟果凍 然後另外像美貞姐這邊 除了可以欣賞到全台灣最夢幻的 繡球花園之外 來喝喝咖啡 下午茶 也有這個限量的繡球花杯子蛋糕 好了 你看這麼浪漫的地方不來怎麼行呢 但是要來賞花 當然天氣要好了 我們趕快來看看今天是禮拜幾 今天是禮拜五囉 透過衛星雲圖 塑莉要告訴大家 今天天氣 白天的時候都還是好天氣 因為今天白天算是風前暖區 因此就今天來看白天雲亮少 所以大家要注意 紫外線就會很強 今天全台灣的紫外線都是過量 甚至花冬都是危險等級 無論如何 大家外出的時候 這個防曬要做好 不過這午後雷震雨 今天也要特別注意了 昨天這雲落得冰冰冰冰 尤其在花蓮 鳳林這個地方 累積雨量就下了123毫米 而這123毫米可以說 都是三個小時之內就下了 死雨量甚至一度高達了89毫米 這是了暴雨 所以就今天來說的話 會下雨的地方 包括了像是桃園 宜北 還有宜蘭 花蓮 平地跟山區 今天都有下午後雷震雨的機會 另外中南部的山區 也要注意不排除局部 會有較大雨勢 或者是會有雷雨的現象發生 當然深夜之後 這封面就逐漸地靠近 逐漸地抵達 那麼因此明天來看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的話 明天禮拜六 所以其實明天中部以北 到東半部地區 都是會稠的 今天高溫上看35度 明天雖然下雨 溫度略為下降 不過溫度的降幅 預計上不會太多 那麼禮拜天 倒是有一段時間的空檔 禮拜天北的雨 暗更禮拜一封面又來了 所以這個禮拜一直到下禮拜二 可以說這幾天夾雜在 兩個封面中間 所以雨會比較多的 一個是明天 但明天的雨不會有下個禮拜一 跟禮拜二這麼的多 因此看起來 這個週休假期 還蠻適合出遊的 如果說大家要出遊的話 第一個防曬要做好 第二個天氣還是比較悶熱的 所以不妨來到像是美珍姐的 這個真的是好美好浪漫的 這個英式花園 我相信只要人置身在這花園當中 所有的煩惱所有的憂愁 你一切就會拋出腦後了 讓我們一起來 來享受第一屆的 男裝浪漫的秀球花季吧 時間再獻給大家了 faster LET'S luc blended 來 你 在請 一樣 че 我 穩 呃 感谢观看